这个A说你确定是要走这条路吗 这里的方向应该是指道路的方向 那要怎么造句呢 怎么用这个方向来造句呢 你确定是要走这条路吗 这个方向是 这个方向是 是什么 是我家的 这个方向是我家的 也可以 老实说是这个方向是对的 你放心吧 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也是对的 这个方向是我家的 说明你也有 这个方向是对的这个含义 这个方向就是我家的 我确定这个方向就是我家的 可以这么说 第二个 老师不小心把这个已经打出来 那我们来读一读吧 我读A你读B好吗 我读A 什么是你目前努力的方向 通过 通过 HSK 花了 啊 四 四 四 中文 对 四 四 四 几次 那几次 是我 我目前努力的方向 目前就是现在 它的意思跟现在很像 什么是你现在努力的方向 什么是你目前努力的方向 它们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我们再看到 符过这个单词 我们前面学了 永远方向 不过这三个词都是 这个新词里面难一点的词 我们看到不过 它可以做一个连词 C O N G 它就是表示个连词 它就是个连词 它表示转折 用于对前一个句子的意思 做补充修正 我们看到它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第一句 我现在上有老 下有小 除了工作以外 家里还有母亲和儿子 需要照顾 不过我现在很幸福 我们看到它的前一句 就是这个句号这里 这是它的前一句 不过这一句就是对它的 不过现在我很幸福 就是对前面这一句的一个补充 一个修正 一个说明 对前面这一个句子进行说明 那第二句你来读一读 第二句 你再找来一会儿就好了 那两次 两次刚开走 刚开走 刚开走 你只能等下一辆 下一辆了 不过也不用多长时间 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就来了 十几分钟就来了 我们可以